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6号新闻节目 我是胡力汉 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 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之后 不断强调民主和共和两党 已经就中国和台湾政策达成高度共识 越来越多报道揭露 蔡英文访命期间遇到的示威 都是由中国政府策划的 中国驻欧盟大使附冲一反战狼之态 说中国并不是站在俄罗斯一边 详细的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 除了显示美台关系相当紧密 更重要的是 正如麦卡锡在会面之后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台湾和对抗中国的问题上 已经达成高度一致 在美国现在相对纷乱的内部政治环境里面 这种团结是非常难得的 看回历史 每次美国朝野对一些政策方向达成高度共识 都会全力推行到底 有学者认为 今次美国内部对抗中国的立场 团结一致 是对守护台湾最有力的保证 正听下马立克北指密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之后 联同与会的一众两党议员出席联合记照 他说今次是一个十分罕有的时刻 麦卡锡说 现在是比全世界看到一个非常罕有的情景 就是共和和民主党在同一个议题上团结一致 麦卡锡所说的是两党一致同意 以实质行动阻止中国侵犯台湾 包括定期向台湾出售武器 加强和台湾的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 以及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宣扬共同的价值观 5年被美国传媒形容和麦卡锡关系 一般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周三亦公开点名 称赞麦卡锡今次表现 只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 这次和蔡英文会晤 站在麦卡锡身边的是跨党派议员 而仅仅在今年的1月 共和党议员麦卡锡要经过15轮的投票 才能够当选议长 成为了美国164年以来 最长的一次议长选举时间 所以在他上任初期被形容为一个弱势议长 麦卡锡表示 当时无论是国会内 还是和政府部门之间 对中国和台湾政策还是有分歧 但是经历了中国间谍气球飞到美国本土上空之后 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和中国问题上 达致团结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胡平认为 美国两党议员高度一致支持台湾 意义非比尋常 两个中美院的议长 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都对对方的做法表示高度肯定 这个等于进一步确定不移的 时大家都能感觉到 在对在中共的问题上 对在台湾的问题上 美国的两党是高度一致的 就不会有人再怀疑了 那中美关系的这种明显的恶惑 是开始于特朗普上台那个时候 三年前选举那个时候 中共方面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 民主党的拜登上台 可能会改变普朗普对华的政策 后来发现他对华对中共的政策上 倒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现在这一系列的行为 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而对中共专制政权 就是一个更有力的抵制 共产党现在对他来说 他当然感到一种压力 那看回历史 每次美国朝野对某行政策 达成高度一致的时候 这一项政策都会贯彻到底 例如911事件之后 美国人集中精力对付恐怖主义 对阿富汗采取了全面的军事行动 市政评论人士 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就表示 两党共识表现出美国民意 这种民意会推动保护台湾安全 和压制中共的系列法律政策 国会在这方面 动得最早的两党共识 难得的一致 这种趋势肯定是大势所趋 是很难扭转了 有一句话说 这大船难掉头 但是这个方向是已经固定了 这个方向会持续下去 挡到这种高度共识 根本的反映的是美国民意的崛起 民意变成立法 立法变成政治得行 包括最近我跟迈克·Gallagher 有很多互动 他只有38岁 他们正在成长中间 可以预见未来这很多年 这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潮流 美国众议院在上月22日高票通过 由众议院外委会副主席提出的 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呼吁对台湾均受常态化 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 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对台湾的交往准则 确保能够确展深化美台关系 到上周430号 两党参议员再共同提出新的法案 要求当局制定出应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预案 自由亚洲电台马立克不止密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次访美 不时遇到有些人打着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抗议 越来越多报道证实 这些人被踢炮是收中国钱到场抗议 另外也有人登广告 勃克蔡英文 有台湾学者分析 中国政府透过这些惯用的手段 目的只是要巩固政权 由信音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这趟民主伙伴共鸣之旅 引起不少骚动 在他住的酒店 以及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密卡锡会晤的会场外 都有一大群华侨列队抗议 自当地时间星期三 蔡英文抵达美国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 和密卡锡会晤 同样聚集了大批抗议人士 在场外高下一个中国 反制台独 还出动小英文航机 拖着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布条 在会场上空不断盘旋 有示威者被媒体问到 结束加州酒店外的示威行程后 第二天会不会再到 列根总统图书馆抗议 对方就回应说 不过另一示威者就坚称 他们没有收钱到场示威 而讽刺的是 有传媒发现反对阵营离开之后 仗多面中共的五星红旗 棄置在地上 而示威者就被踢爆 收中共钱示威 最高达到400元美金 目的是做出声势 破坏蔡英文和密卡锡的会面 除了有示威者到场抗议 在赛物会前夕 中国驻美使馆 竟然向密卡锡和其他与会议员 既威胁信 信里指出 前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 引发中美关系严重危机 美方应该吸取教训 中华亚太清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 星期四对本台指 这系列动作都是配合中国内外宣 外宣效果就是令到台湾公园出访 可能都会由当地华人反对 从而造成压力 另一方面是内宣 塑造世界华人都是反对台独 和蔡英文访命的氛围 台北海员科技大会 学通识教中心副教授吴建忠彤的对本台指 中共见不得台湾好 更加不可以接受台湾被世界看见 因而用不同的手法 刘曲蔡英文出访一事 从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执政稳定 他们都私下表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连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为了阻止蔡英文的访美 也阻止台湾在国际之间被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方式 都在希望摧毁台湾的这些外交邦誼 他认为很可悲的是中国很多海外僑民 在美国等民主国家享受民主自由 但就甘愿受命于独裁国家 将台湾推入独裁中国进行大外宣 这样反而更加能够令到台湾在国际上被看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上音报导 蔡英文访美之際 中国大陆除了启动了台湾海峡 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之外 台湾国防部长邮国正星期四更加证实 解放军山东号航母首次进入南海 距离台湾只有200里 五派聚会进行演习 台湾已经派出军舰近距离监控 邮国正透露 美国航母尼米之号 也都已经进入台湾东部水域 形成互相制衡的态势 请听听一下钟广正的报道 在台湾国防部长邮国正周四前往立法院报告前 回应传媒提问表示 中国航空母航山东号5号穿过巴士海峡之后 目前正在台湾俄联备东方 大约200海里附近 军方派遣康定级和成功级巡航舰 在距离山东舰5到6海里的应变区应对 至于美军是否作出相关行动 邮国正透露 美军尼米之号航母 也都进入台湾东部海域 邮国正强调山东号一来创武说 军方就已经掌握 而且也知道今次是山东号的第21次航分 对于传媒询问 军方今次准备情况 有没有比去年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受升级 邮国正指 凡是遇到这种特殊状况 军方都会事先作出准备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外交部次长田光宗 总统蔡英文今次在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是否会变成以后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受会见 在美国和蔡英文会面之后 国台办周四发表声明指 将采坚决措施惩戒台独分裂势力及其行径 任何谋独行径 都将是蓄筒的强大力量底下粉身碎骨 陆委会副主委尖志宏随即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 近日北京当局对蔡英文出访和过境一再无理批评 还花钱动员他的僑民陈抗干扰 以及公布在台海进行联合巡航巡查等作为 刻意宣告区域不安情勢 台湾方面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尖志宏表示对于中共近期的施压脅逼让态层出不穷 政府不会改变台湾走向国际捍卫主权尊严的决心 坚定维护台和平稳定 亦将持续密切掌握对应 绝不妥协退缩以维护台方权益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导 中国驻欧盟大使付冲一番战狼的姿态 在受访中贫向欧洲领导人抛橄榄枝 呼吁沟通交流增进了解 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寻求解决方案 他又说中俄有而无上限 只是说辞 中国并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 付冲并且批评 美国散布谎言和向欧洲国家试压 有评论认为 中共只是拉拢欧盟并且分化欧美同盟 呼吁西方国家 谈记六四之后 同中国发展经济 令他更加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教训 静听下吴亦同情文的报道 在欧委会主席冯德来恩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话之前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表示习近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同普京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两国有而无上限 无上限只是一种说辞 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早前表示 有情报显示 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 扶冲指责布林肯散布谎言 他说中国现在和将来 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在乌克兰使用 扶冲声称批评人士误解了中俄关系 强调中国武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包括克里米亚 和顿巴斯在内的乌克兰领土 附冲表示 习近平至今未跟习联司机通话 是因为习近平好忙 两国之间经常有低级别的接触 此外 附冲表示欢迎欧盟领导人访华 来增进双方理解 他希望双方共同对处于冻结状态的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寻求解决方案 他指欧盟一些领导人 提出对华贸易脱欧不符合欧盟利益 他将荷兰出口管制芯片 给中国的矛头指向美国 认为荷兰受到了美国压力 他赋予欧洲坚持战略自主权 独立发展中欧关系 法国时评人黄龙蒙认为 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态度 是欧盟考察中国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附冲知道欧盟想听些什么 他软化表态甚至不惜说谎话 其中一个目的 是为欧盟和法国领导人访华铺路 第二是要分化欧美关系 所以赶紧软化态度 为冯德莱恩和马克龙防华铺路 在中美关系崩坏之时 还不忘调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黄龙蒙表示 自俄乌战争以来 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 都表现出对俄罗斯的支持 但在国际上 又试图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 欧盟领导人设计不可想当 在中美交恶的背景下 中国现在把欧洲当作了救命的稻草 迫切想恢复 中欧全面投资习令一场 中共表演什么不重要 而是要看他们做了什么 在欧战场上发现 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 在战争爆发后 中共牵打蛋 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 习近平近日还跑到莫斯科 见普京 他们就是在演绎什么事 中俄友谊无上限 希望欧盟不要上当 瑞典华人文学家 时评人曼智 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作出虚假转向 是因为中国被西方国家围剿 令习近平尝到 中俄友谊无上限的后果 而且普京在俄罗斯战争当中 败局已定 他提醒欧洲要谨记 六四大屠杀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带来的惨痛教训 切记不可以重返对华继政政策 这个伟大的舵手 撞到冰山上了 习近平看着普京 败局已定 他这么坚持下去 他知道他也要玩完了 傅聪的这个表态 是想玩笑 挖招继续欺骗这个民主社会 呼吁欧洲要认清 共产党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政权 不管你中国怎么拿出和平的样子 不能信任 不要让这些绥靖主义的人 趁机放过中共 他已经在六四问题上出卖过迷回了 中国驻欧盟代表团官网 刊发了辅冲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内容 但官方通稿 略去了无上限的字眼 只是雪茨的表态 去年9月 曾经担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 中共前三号人物 栗战书 访问俄罗斯一段曝光录音显示 栗战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 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并且要从不同方面给予策认 其后普京亲自到北京冬奥会 与习近平宣布双方有疑无上限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导 日本近日宣布 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 矛头直指中国 居保背后的原因 是中国突然在日俄领土糟纷里面 倾向俄罗斯 令到日本不满 中国年一来在世贸会议上 对美国、日本和荷兰 关于製片出口限制的协议提出关注 质疑违反世贸规定 评论说 反应制裁之下 中国半导体生产已经陷入着境 由古亭情文报导 中国政府代表是今天星期一和星期二举行的 世界贸易组织 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 对美国、日本和荷兰之间 关于製片出口限制的协议提出关注 据央视新闻报导 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 对于媒体广泛曝光这个协议 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 中国询问这三个世贸组织成员 该协议是否存在呢 如果存在的话 是否应该通知世贸组织成员 并且由世贸组织成员审查 还指相关成员 可能清楚地意识到 该协议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 因此故意对该协议的内容保持低调 在美国近年对中国制出的 各项限制出口的禁令当中 晶片制造技术禁令 击中了中国半导体领域的最大远流 熟悉中国晶片技术水平的刘海 星期四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美国、日本和荷兰 所掌握的晶片制造工艺 达到90%以上 中国不可能通过智力更新 解决这个难题 刘海披露 相关禁令之下 中国半导体生产目前举报为奸 甚至原有的设备都因为没办法升级 陷入停顿 日本政府上星期五宣布 将会限制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 主要目标是中国 路透社声称 日本方面这个举动 实际上在配合美国 压制中国制造先进晶片的能力 该出口限制措施 将会涉及晶片的清洁、沉积、光刻和食刻等 将会在7月生后 对于日本加入限制晶片对华出口的原因 舆论认为与习近平对普京的承诺 刺痛了日本政府有关 据《共同社》星期二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个月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当中 放弃长期以来承认日本北海道附近 由俄罗斯控制的倒序主权 属于日本的立场 表明在这个领土争夺问题上 没有站在任何一方 山西媒体人郭先生对本台说 中国支持俄罗斯 但没有料到在芯片问题上 遭到日本还击 中共也不太敢冒天下之大部位 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暗中支持普京搞摩擦 一方面摁住乌克兰 这是他最好的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觉得可能性极小 被俄罗斯控制的日本北方四岛 分别是扎触岛、国后岛、 瑟丹岛和此武诸岛 第二世界大战末期 前苏联在发动千岛群岛登陆行动之后佔领 并且宣称拥有该群岛的主权 目前有争议的岛序都被俄罗斯控制 或贵于莎哈林州、南库里斯尔克区管核 但是日本方面始终没有承认 自他们是非法占领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说 中方对日本限制晶片製造设备的出口 表示严重关注 并呼吁日方糾证错误做法 指责美国是科技霸权 并敦促荷兰不要仿效美国 之前中国网信办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 对美国晶片巨头美光公司 启动网络安全调查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是中国的报复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接着是几则新闻简讯 香港初选案星期四踏入第39日审讯 继续由控方第二污点证人赵家言作供 控方展示民主动力Facebook贴文里面的 光复议会和对抗暴政的标签 赵家言说是立会过半和说香港政府 但是否认是民动的立场 庭上面他突然认错 指自己当时没有做好谨慎责任的角色 赵家言又说本土抗争派在没有和大会沟通之下 自行开记者会 会上面言论踩戒 由于他不能够取消参选人资格 唯有这个时候DQ自己退出初选工作 香港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安心出行措施 要求进入指定场所的人士 需要掃描安心出行二维码 而在2021年11月1日起 更加规定进入政府场所所有人都要掃描二维码 但有人被发现在措施生效当日 使用虚假的安心出行程式 进入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因而被控 其中一名被告是时任政府外判测试工程师 他早前否认控罪受审 星期四被裁定罪名成立 裁判军说被告行为是阻碍了社会抗疫 明然会考虑将被告判监 他将案件压后至4月20日判刑 被告不获准申请保释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 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在人民大会堂外面握手 法国清止行的目的是要劝说中国 不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发生社报道 马克龙和习近平会谈之后 两人终会向传媒发表声明 最后和根据一起访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来恩进行三方会谈 最后是国热 马克龙在北京的一次演讲里面说 北京可以在寻找冲突的和平之路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并且欢迎中国愿意自力于 解决问题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星期四乘坐美国行政专机到达台湾访问 这次是麦考尔首次访问台湾 也有第一次以外交委员会主席身份 率团出访 台湾外交部说 访问团在台湾期间 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乃清德 并且会跟台湾官员就台美关系各项重要议题 交换意见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到本台官网和社交媒体收听和收听 多谢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